另外 卫生总监拿都诺西山也证实 政府在雪州沙登农业博览馆设立方舱医院 以便安置新冠肺炎疑似病患或应对更严峻的疫情 他也表示 尽管我国拥有5292张可用病床 但未雨绸缪 提前做好准备就能更快速反应 诺西山透露 沙登农业博览馆两个展览 餐厅可安置600张病床 预料明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组装 此外 他也提到 在沙登医院自杀的62岁男子 是一名疑似病患 检测结果已经出炉 对病毒反应呈阴性 是一名疑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回应知下来